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十一年前 他为一个同样是摄影的同号 叫做洪孔达先生那里知道 在我们台中市的北敦国后附近 有一个农家 这个主人家叫林宝谦先生 他的家后边有栋梯 头前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蜘蛛 这里很天然 都没去让人破海中 这里也变作北敦市 都在这里族巢群居的一个最好最好的 一个作修的地方 在这个时候刚好 余如寺请一个朋友 去香港的时候 买回来一台水书做的 16厘米的摄影机 那时候的摄影机都是摄黑白的 有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拆卸的屏 很贵的贵 大概没人可以买的气 那时候有美国 一个16厘米的屏 一分一百笑 好像可以摄两分半的时间而已 而且还要驾到美国来冲饰 所以余如寺没办法 他想要摄黑白的形态 但是摄出来都是黑白的品 为主 民国五十四年 余如寺跟日本有一个电影公司 叫做东印公司 他看到有一个品 叫做《白灵溪与少年》这部影片 这部影评的 也有送去亚洲影展来参展 不过没得到状 他看白灵溪与少年的影片 他感觉 里面有很多很多 在显白灵溪的取景的手法 可以向他参考 他看很多次之后 他就决定 要来拍这部 《白路人家》 他也是第一部生态影片 我们看到的 这是上品的部分 这是白灵溪在交配 他不知道在那多少白天 黄昏晚上到早晨 才有看到陷入我们的卫民 这是暗时 刚才是月圆的时候 刚才白灵溪站在竹子面上 卫妞刚才好 和白灵溪是重叠的角度 也会陷入 几十五月甚至是几十年才会陷入这张 这么好的作品 这也是在附近 白灵溪在背 在附近的一张七月面上 的送品 这是白灵溪站在竹子面上 两张在看同一个方向 这也是很好的作品 如果他决定 他决定要把他陷入六七年的时间 这些的送品 还有这些影评 他要把他变成纪录片跟剧情片 所以他所完成的白灵溪人家 隆重有两支片 一支是纪录片 一支是剧情片 纪录片它隆重陷七年的时间 因为白灵溪是一个季节的候鸟 他一年停留在台湾 停留在台中 北断 只有三四五岁而已 这里也没法去控制 也没法去跟他说 要怎么背 要怎么来演 所以他一天一天的影 一孤月一孤月的影 一年一年的影 这样像影两年之后 慢慢来剪接 变成一个纪录片 拿去参加亚洲影展 于如今 要再想到 要再加入 一些爱情 跟情情的内容 来变作剧情片 刚才好 在民国五十三年的五月 导演李行 在我们导演的超团 来拍一部 叫做 养压人家的电影 他当时是 人学部的特约记者 他去采访 就在那儿去实施的李行导演 还有张永祥编剧 那当时张永祥编剧 他介绍另外一个导演 他介绍另外一个导演 叫做林福帝导演 那六月了张永祥跟林福帝 两个人当座跟台中来 去北断 去林宝谦的家 去看这些白灵师 看到林宝谦 他整个会 跟白灵师之间 那种很亲很亲的感情 去他感动到 就答应说 去仪母 来作 这个剧情片 这是白灵人家剧情片的剧照 这个圆圆的名 叫做葛乡林 不好意思 葛乡亭 他是葛小宝的爸爸 也看到 耕种的时候 这个白灵师在这附近 来舵部 就看开嘛 跟这个农夫 还有这个牛姿 都是很主人的 豆丑丙的这点剧照 上豆丑丙 这就是于如记本人 这个大家在演员 在校困的时候 刚才有白人 也来探班 就有欠这点上品 向他 这手并是 遗憾所有的演员 还有剧组人员 来合营 从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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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到第三位 这个人 这是八哥 演员八哥 白灵人家 幸好之后 在民工五十六年 于如记拿他去参加亚洲影展 的纪录片的比赛 要去到最佳纪录片 他影展最佳黑白剧情片 也对到最佳黑白剧情片讲 于如记 他对这个白灵世的形态的观察 还对到这年多项的国际大奖的肯定 所以他民国五十七年 对到中华民国第六次 十大杰出青年 实在是 让我们很欠败 当游戏的这条奏品 是他用白灵人家 对到亚洲影展 最佳纪录片的得奖的奏品 这条奏品就是他拿到 亚洲影展最佳纪录片的讲座的奏品 白灵人家 纪录片跟剧情片 都到中了后 民国六十二年 于如记 又起到辉州 还有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跟光启社 这间公司 就是那时候是跟台湾电视公司配合的 六十三集的 《蓝天白云》的节目 那当时朱祺云是 崔台青小姐 那当时是很有名的 这个朱祺云 那其中有一集 《唐娥片》在美国六十四年 也拿到教育文化类的 幽良电视节目《金钟奏》 于如记在那当时 去辉州 去记录到辉州農耕队 在那里 跟那里的原住民 来做農耕工作的情形的纪录片 有一支叫做《木琴新生》 也就是金钟奖的最佳纪录片 还有另外一个金钟奖 都有两支的金钟奖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 余如记在生态默奖 这方面 他有幸福 也知道要如何去观察 他用这些作品去参加 亚洲影展 西班牙的儿童影展 还有台湾的金马奖、金钟奖 很多都有中奖 这是他很高的一个生酒